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计划 各位老师 各位朋友 大家上午好 在福庆论坛至高达杰康复 主题销售报告会正式开展之前 首先请许师傅 更要介绍福庆论坛 福庆论坛是中国科技大学高端人文社科交流学生平台 福庆论坛的主要获得方式是邀请海力外科学大家 人文大师和社会民流 围绕生怀天下 复兴中华这个理念 就中国文化与中国问题举办高水平修设讲座 根据我的记忆 有文学家王文 素学家杨诺 科学家欧阳资源 企业家柳全智 台湾国学大师傅佩伦 美国华人审探 宜昌日等人 做客奉行政坛 但今天非常事实 著名增交领袖和副学家 瘦大学康复 做个奉行政坛 为我们指甲奉行政坛 指35甲 让我们再次热烈欢迎康复的康复 时间保费 机会拦得 让我们热烈欢迎康复开始 今天音乐书生 在中科大跟大家一起交流 宣教中的宁静之道 刚才我刚刚进入校门的时候 这里的有些老师带着我 我们参观了一些学校的 包括什么 眼镜湖 还有天使道 还有清风炉 老师给我讲了一些 它的一些象征的意义 我很感兴趣 非常好 里面也有清风的意义 也有一些科研的意义 从我们佛教教都讲 应该也有一些解脱和快乐的意义 而今天我们刚好需要 人们追求一种心灵的快乐 追求心灵快乐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我们周围的整个环境 整个人文都遭到了一系列的破坏 这样的原因 这个喧嚣 我都不用接受了 都在感受着 可能最简单的是 我们的电脑开关 开机关机 或者说收集的信息 以及周围的汽车的声音 人们的喧嚣之声等等 各种各样的声音 已经控制着我们的身心 在这个时候 我们有一种感觉是 这个世界是非常的嘈杂 非常繁华 但中间我们可能也会有感受的 需要一种灵性 有一句话叫 居于老是一尘不染 也就是说 身体已经居住在热闹 或者说繁华的城市当中 但心里一尘不染 极其清净 我们在座的科大的老师和同学 可能也会有这种感受 因为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 首先我们认识到在城市当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如何找到一个临近之道 有些人可能认为 那么要得到临近的话 是不是从滚滚的红尘当中 已经离开老师 要到一个无有任何人寂静的地方去 像出家人一样 入入不动地关自己的心 其实也不需要 我们在这样的城市当中 在这样的生活当中 我想人们都需要思考 会分析 在分析的过程当中 人类最需要的是什么 应该说是我们需要的是最本出的 最原始的心的本来面目 也许我们在座的各位 在座中于一些无知的分析研究 那么对内心的关心 对内心的观察不太多 但人类社会已经到了今天的时候 我们反观内心 对主观的意识方面的研究 需不需要呢 我觉得非常需要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可能我们表面上看 我们的资源开发的越来越多 可是内心越来越贫瘠 或者说是荒芜 而我们对别人的联系方法是越来越多的 现在有网络 手机 口口 还有很多的歪歪当 各种不同的联系方式 可是我们的内心也许越来越孤独 现在许多人都孤独症 都综合症 尤其是现在全世界来讲 有七千六百万人已经得孤独症 那表面上看我们不会孤独的 有这么多的朋友 有这么多的可以联系 为什么呢 我们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需要找到 找到一个什么样呢 找到一个 到底我们人需不需要一个临近的心态 但这样的临近心态 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寻找 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观察 一个是文化上的临近 一个是心灵上的文近 如果是在文化上寻找一个临近的话 那可以说东方文化跟西方文化 我这样认为我认为西方文化的科技 对我们带来的无穷的利益和方便 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如果没有科学的发展 没有科学的创造 那我们现在的一切的一切 跟原始社会一样 那人们就没办法生活有进步的 但我们一心的依赖于西方文化的话 实际上我们在座的各位也好 将来的我们的人们 会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呢 这也是一个文化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 东西方文化也需要有一种比较 其实从不管是理事也好 人文学也好 还有我们其他的学科来进行分析的时候呢 我是这样认为的 东方文化呢 主要是做重于多方的顾文化 做重于什么呢 做重于心态的研究 也说心理的研究 而西方文化呢 就是对无知的研究 应该是非常的到位 非常到位 而东方文化呢 实际上是对我们的人文的道德方面呢 就是跟全世界没有很多的优势 而西方文化呢 应该是在知识和科技方面 因此我们现在很多人呢 要么寻找一种唯一的心灵 对一切信赖的事物和一切信赖的发明 就是都以以派斥 就以嗤之以臂的态度 那这样的话恐怕是也不能跟上这个现代的文明 还有一部分人呢 就是一味的贪求 一味的贪求现在的科技之事 现在的科技之事 而对传统的文化 宗教的信仰 以及我们本有的道德 人文 伦理 这方面非常的轻视 甚至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 那这样的看法我们都需要思考 你们在座的应该是对科技的创业也好 或者对我们人类生活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有着非常着眼的见解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不管是自身的目的也好 或者整个我们社会的或者人类的目的来讲 我们要比较一下 到底就是东西方文化的这个差异在哪里 需要是什么 一般来讲西方文化呢 它有一些宗教上的意义 也就是说像基督教啊 还有这个犹太教啊 那他们的有一种这个教育 更重要的就是他们有这个古希腊文化 古希腊文化我们都知道 按照不管是亚历多特也好 或者是波拉克他们的观点 都是由一种哲学的推理来进行 那么这样的哲学推理呢 实际上是能发现科学 能发现我们物质本有的 这种规律方面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实际上它并不是真正通达 我们的这个心或者说是无知悲愿的途径 那我们东风文化呢 它可以包括到中国的这个儒教文化 还有这个道教文化 以及这个印度的佛教 印度的印度教的文化 尤其是我们印度的这种宗教 印度的这种佛教呢 传入到藏传的文化有这么几个文化 那这几个文化当中 我们既可以找到一些无知世界的运动也好 它的规律 有时更重要的就是找到我们人的内心的分析 和内心的作用 以及内心的将来的所有的这些痛苦和快乐等等 就是这些方面 这个时候我们作为一个研究科学者 实际上是用科学的态度 应该是客观的 公正的 应该是一个现实的这种研究态度 那以这样的态度的话 我们对现在的这个生活呢 其实需要也是客观这个事物的存在 更重要的呢 我认为是这个主观事物的存在 因为主观呢实际上是在某些问题上呢 就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就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为什么这么讲啊 因为如果我们不承认主观的意识 或者说你没有意识到主观思想的根本 和它的重要性的时候呢 在我们生活当中 遇到的许许多多的问题呢 有些时候是并不是依靠客观的规律来解决 或者说是判断的 那么这个现象呢 不管是古代也好 现在也好 这个案例是比比皆是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观察到底内心的快乐 通过依靠物质来获得呢 还是依靠心灵来获得呢 所以我的态度也是比较明确啊 就是我们现在高科技应该说 对当前来讲 全世界的人们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也要发现在科技的背后 在科技技的力量下呢 我们人类也带来许多的恐慌和不安 甚至现在有些科学家所发明的一些意气的危害性 也是不可想象 据说有些科学的发明呢 整个全世界所有的人类也好 所有的一切的一切可以毁毁到几次 已经人类有这样的高明手段的时候 很有可能我们极个别的一些人 他掌握到这样的技术的时候 我们自身所具足的世界存在着什么样的危机 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也是不难想出来 因此在这个时候 我以前看过罗素的中国问题 罗素当时是1922年应该在那个时候做的 他亲自到中国去观察 写了一本书 这个书里面着重地讲到全世界各种不同的一些人的文化 还有他们包括一些信仰 尤其是他讲到中国的传统文化 应该是对世界来讲有非常大的一个希望 但是他的意思呢 最好是我们中国的学生如果到西方去学习 就不要染上季节的人生观 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治理国家也好 或者人文道德的话 中国原有的传统文化非常的殊胜 最好你只要到西方去学习他们的技术知识 而不要丢弃自己的传统 他本来都是想到中国来教学 但后来好像他不但没有教导很多 反而在这里的传统文化感动了他 他觉得将来的整个世界来讲按照传统文化来说 应该是有征服一切的希望 可是如今很多的传统到了什么样的呢 可能大家都应该清楚 现在许多年轻人将自己的短短的几十年当中 自己的包括一些小顺的理念 然后对敬劳的一些理念以及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心的一些尊重 忠和诚实等等 这些基本上全部抛弃了 而我们以为地追求一切无知的快乐 现在很多人心里的偶像是什么呢 就是出名的电影明星 摇滚歌手 以及世间当中各种名牌的衣服等等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没有信仰 很多人没有信仰 没有自己真实的价值观 每天都是一些世界当中 网络上的各种信息和各种广告吸引着 而我们每天都是非常非常的忙着 可是忙着的话 真正自己本有的一些文化和 本有的一些慈悲的理念 恭敬的理念 这些到底是年轻人有多少 很难受 我接触的很多的一些人 的的确确也是在这方面比较缺少的 尤其是现在越来越在这方面比较缺少 我前一段时间遇到一个年轻人 我问他 你对传统文化有什么样的观念 他觉得所谓的传统文化都算是一种迷信 或者说他是一种成就 古老的 对我们现在的时代来讲是根本更不上 他有这样的观点 他毕竟虽然是一个人 但是代表我们很多年轻人 我们可能看得到现在的很多的 包括一些时尚的杂志也好 电影也好 电视也好 以及我们所得到的广告和信息全都是一种 无知和相恶主义的一些力量 这样的力量将来我们获得的是什么样的 这种生活可能会很痛苦 很复杂 不一定是内心带有一种保持稳定 或者说是一种安宁 清净 非常困难的 在这方面 我们还是很希望 很多年轻人应该是既要观察现在和未来的时代 又要观察我们内心和过去的状况 我们内心是需要依靠什么样的方式来才可以得到满足 而我们过去的文明是经过几千年以来到今天的时候 它有没有必要在我们的手中已经丢失掉 如果它丢失的话 对我们的人文价值方面有没有什么 有一个叫唐恩比博士 他在十个世纪当中应该是西方最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对我们的人类社会有非常大的贡献 他在跟池田大作的展望二十一世纪 在这本书当中都是讲过 他说我们将来一定是有一种复杂或者人们带来不安全的理念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意味地追求西方文化 追求新文文化 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当中说过 他说本来是我们人类非常珍贵地有八种文化遗产 八种文化遗产当中有一个是跟我们的儒教 就是说儒教的人道主义是一种文化遗产 还有佛教和儒教的合理主义 这也是一种文化遗产 那么这两个文化遗产实际上是不能丢失的 本来我们很多人确实是有这个文化遗产 一直一脉相传 一直传道 今天有儒教的思想也是有有佛教的思想也是有 诗如道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讲佛教 儒教 道教 而佛教 儒教 道教 如今真正的一些年轻人能掌握的有多少 大家都应该清楚 我记得当时唐安比博士收到持天大作的询问 说你希望你诞生到什么样的国家 他当时说第一世纪 也就是说第一世纪佛教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 我希望要诞生到这样的地方 为什么唐安比博士要选择佛教兴盛的国家 作为一个非常客观的历史学家 他的这种态度我想很多年轻人可能需要值得思考 也许我们极个别的年轻人他会想 现在物质是很重要的现实很重要的 而所有的传统也好宗教也好或者人文也好 那这些都是对我们来讲不太重要 也许我们也非常赞叹你的这种观点 因为每个人有他自己独特的一种观点 这些独特的观点在如今这样的光阔无垠的世界当中 也允许存在 但是也许我们宗教的信仰和观念 并不是我们所想到的那么简单 全世界七十多亿当中真正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 大概十亿左右 其他的六十亿左右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而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都是人类自古一日 到现在一直是存在着 而世界上的这么多人 实际上他们也并不是大家都非常糊涂 非常迷信 不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地球上的人类大多数是迷信主义者 大多数都是一种窖窕主义者 但实际上我们用一种智慧或者有一种能力来推翻 这些人的观点恐怕很多人不一定是居住的 因此我们现在有个别的年轻人 如果问他你将来转生到什么地方 可能很多人会选择有钱的地方 可以能买车 买房 有钱财 而且生活没有犹豫等等 主要是作众选择是什么呢 可能是无知为主的 但是无知的存在实际上跟人们的人性一定要有一种平衡 如果你不能平衡一直需求一种无知的存在 那我们就可以成为欲望的陆地 原来有一个人他说过 他说我跟国王的差别 国王成为欲望的陆地 而我是欲望的主人 他是什么活着呢 他是为了吃饭而活着 我是为了活着而吃饭 这个有一定的差别 我想我们现在很多人不应该成为一种欲望的陆地 如果我们成为欲望的陆地 我今天要这个 明天要那个 我的生活一直处于一种攀比或者追求 攀缘 这样的状态当中 即使世界的所有的财产 就是你一个人拥有 金山 银山 一切拥有 一切具足的话 你的欲望还不断地吃燃 还不断地上升 这样的世界当中我们快乐吗 我们的可惜再这样发达的话 恐怕有些事情不一定是很有意义的 因此在这个时候我们很需要在古文化和传统文化当中 寻找我们心灵的真正安宁 心灵的安宁当然是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 这也是完全可以的 有些是依靠有一种科学的药物也好 或者用一种消遣 撒脱这样的方式来度过的 还有一种人就像出家人一样 放下了世间当中很多的生活 然后独自前往在寂静的地方 然后过着一个他有限的生活 也有这样的 还有一种人对文艺 艺术非常有感兴趣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想找到 一味的一个技术或者一种物质来 让自己提升自己的生活平稳和价值 这并不是非常选择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人需不需要物质的条件和资源确实也需要的 但是到一定限度的时候也不能过多的需要 如果过多的膨胀和过多的欲望 反而对我们带来一种痛苦和压力 因此在佛教当中对生活的要求不能多于两边 也不能多于贫穷的边 如果太贫穷的话 我们连一时生活都是没办法解决的 这也是不合理的 如果我们处于一种过多的财富 那这也是一种痛苦 因此我个人认为 的确是在有些生活当中 佛教的见解和佛教的修行观 对很多人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 包括你家庭的和合 然后对整个心态的调整等等 在这些方面直接起到一定的作用 这种作用我想我们许多人应该需要 就是值得胜失 当然作为佛教的这种教育 其实我在科大当中并不需要强调的 但是我想你们科大的精神来讲 其实佛教的有些价值观也是存在的 我认识你们原来科技大学的小长 朱青石小长 他以前在一个科学的文章当中提过 当科学家前行顽固 爬到山顶的时候 佛学大师早已在此等候多久 我当时看到这个时候有点惊讶 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工作者 再加上科技大学的一个小长 他应该在我的记忆当中 好像在这里当了接近十年的小长吧 这样应该说这个是有很深深的含义 而并不是我们佛教徒穿着红色的袈裟 然后在不同的场合当中说 我们的佛学早已已经发明了人类甚深的真相 或者人类不管是心灵也好 世界的真相 这样说的话很多科学工作者认为 这是你们佛教徒自泪自摧 但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 他这样提出来的话 这应该是一方面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些研究 我也研究了很多 后来不仅仅是他 包括一些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也是说过 他说释迦牟尼佛真是一个伟大的责任 我们在生活当中一直遇到的很多困难 实际上释迦牟尼佛早就已经把这个说得非常清楚了 已经解决好了当时他跟他的朋友所讲的内容 实际上周元师说得非常温和 我应该是上去年吧 去年还是几年我记得不是很清楚 我在北京的时候跟他有个访谈 跟他有个访谈的时候我当时也是说了 你作为一个科学家 你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说这句话 你应该有一个思想的背景 有思想的背景的话 那你以什么样的公正和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说 佛教大师早已在这里已经等待这些科学家 当时他也讲了一方面 他跟蓝环金老师学了一些为师众的观点 最重要的他认为在藏传佛教当中 包括一些决地活 包括一些在这里的心灵 为师的观点 他讲了之后我也感觉到 的的确确现在尽管有人觉得 包括朱小章也好 还有其他有些人对爱因斯坦也好 对唐恩比亚博士也好 还有对其他人的观点 觉得他们是不是迷上了宗教 他们是不是没有懂得科学的殊胜和利益 这是情有可原 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允许有这样的怀疑 允许有这样的这种怀疾 这是完全可以的 包括我们讲一些科学的道理的时候 有些对带有一种宝宿和古老的思想的一些宗教认识 对我们也有一些不断 我经常去一些学校的时候 有些宗教人士和有些佛教徒对我也有不满 但我想我们今天应该站在一个非常公正的立场 应该用一种平衡的阳光来看待 并不是首先你带有一种颜色的眼睛 然后再去观事物的话 恐怕是本身你的见解和本身你的新闻上有一定的成见的时候 那就不一定能判断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想我们现在是言论自由和 或者说是可以公开发表各种各样的信息 在这个时代当中 我们很多年轻人也好 科学工作者也好 说是可以这么说 说可以这么说 但实际上你要说别人的时候 你自己应该反观自信 我们现在到底科学是重要呢 还是国学重要呢 还是其他重要 我认为都很重要的 如果仅仅是一个科学的研究 而没有反观内心 没有重视我们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话 人们到一定的时候可能很难想会不会 而且一块仅仅的一个科学的造作和研究 他最后我看到很多科学工作者 最后死的时候也是很凄惨的 就很可怜的 他面对痛苦的时候 他一辈子对人类有一定的贡献 可是关心到他自己身体的感受问题 家庭问题 以及对自己内心的一些关键问题的时候 恐怕没有原始的一些心灵教育的时候 也是数数无策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发展不仅仅是一个物质的发展 我们的内心也需要发展 如果内心没有发展的话 恐怕我们的生活不一定是很有质量的 以前科学家罗树 其实罗树是非常了不起的 他在1950年的时候也是获得了卢贝尔尔奸 当时他是对整个数学的原理也好 自学思想也好 人类社会有一定的贡献 他说没有爱的知识和没有知识的爱 实际上这两者生活的质量并不是很高尚的 我觉得确实我们的知识需要爱 需要传统文化 而我们的爱和传统文化也需要现代科学知识的结合 如果有了这两者的话 我们的生活会品位很高的 否则我如果换一个科威来讲的话 我们现在的科技没有传统文化的知识 也不一定是很合理的 传统文化没有科技进步的配合 也是不一定是很合理的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我们可能需要观察 当你需要观察的时候 当然作为佛教实际上可能有些人也认为 它是一种说法而已 不一定能跟得上科学 其实佛教无论是从隐秘学也好 或者中观学 维师学 这些学科如果有人很细致的智慧去观察和研究 的的确确现在的科学非常吻合的 尤其是藏传佛教的一些密宗思想 有些密宗思想我经常在想 我们科学其实早已跟很多传统佛教当中有明确的解释 比如说藏传佛教当中有一个叫做十论金刚 十论金刚有不同的论著 其中有一个十论金刚本须论著 他有五章 前一章叫外十论 第二章叫内十论 后三章叫内外十论 第一章当中已经讲了整个天文地理的规律 包括从微小微称的集聚 来自重大的天地 天地 日月 星辰 以及世间万物所有的这些规律 相当于《一经》当中也讲了一部分 也就是他接受的现在西方的天文学 还有地理学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现在的天文科学是这么发达 天文科学所发现的包括日式 月式 每天三百六十天的整个运行 春夏秋冬的变化 这些都是我们不依靠任何科学的意气 一直在藏地通过一种非常简单的数据 和通过简单的推理马上推出来 因此包括现在我们的一些日历 一些利算 不需要科学的誓言 现在的天文学 跟藏传的十论金刚的利算 有时候日式和月式差一点点 差几分 就完全是这样的 这些是很惊讶的一种学术 这是包括外十论方面的一些道理 然后内生的道理从内心以及到人的胜利结构 以及包括一些培育 培胎 以及身体逐渐逐渐的形成 这里讲到了我们的医学 还有胜利学 那么现在藏医学跟西方学 前一段时间我参加一个藏传的医学论坛 实际上现在西方医学所发明的很多很多这些 包括一些病因 病例等等这些 就是在我们的医学四部论典以及内生灵当中 就是早有说明的这些说明并不是一个传说 实际上一直在实现 而且在实现的过程当中 完全与现在很多医学科学和心灵科学完全可以吻合的 这些事情当然可能你们也许在座的各位 尤其是十论金刚的学说这些并没有翻成汉文 听说现在也有一部分的英文如果没有的话也许是我在宣说 但实际上他这里的道理你只要明白的时候就知道 原来在这里讲道理是如是甚甚 然后后三病当中怎么样我们的内微世界 也就是说我刚才讲的第一章当中讲的七世界的 也无知世界的各种规律 然后第二章当中讲内青世界 尤其是我们现在的今生世界相关的内容 第一 后三病讲了佛教讲七世界和有青世界 我们现在的这个语言来讲我们这个精神和物质如何的去结合 因为我们一味的 科学就是讲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 客观的研究 这是科学的一个态度 我们也非常合理 佛教也是会站在不多于自方也不多于他方 非常公正地去研究 这就是佛教的一个态度 但是最根本的是什么呢 有时候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 那这是很难的 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包括你做的忙也好 你今生当中所经历的很多的生活经验也好 这些许许多多的事情 恐怕完全是依靠物质和客观来研究 客观来现实的话 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困难的 我们说祸是热的 但是有个别的动物的身体 肉身也是不会在祸里面会燃烧的 我们认为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食品 但是也有许多人认为这不是很好的食品 所以种种需要有一种业或者有一种感受 这种感受也带有前世的习气和种子 也带有即生当中的一些人的主观仪式 因此在科学 就是他所讲到的很多都是我们的六感官 也就是说是烟而必色色 就是这样的一种分析和外在的这种形式 而佛教里面更深测的 尤其是第七仪式和第八仪式的话 那内心更深层的一些道理 这样的前仪式实际上需要修正 需要保持内在的趋入和稳定以后 才能发掘到他的本来面目 因此在这个时候我很想 希望有些人真正要懂得外世界科学的原理 同时也要懂得每一个人自己最根本主宰的 内心世界的他的本来面目 因为内心世界对每个人来讲 祈祷的作用远远超过五指世界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有一种宁静的思考 原来诸葛梁五十四岁的时候他离开世间 离开世间的时候他给儿子留了一个教言 遗嘱 他说非淡薄 无以明知 非宁静 无以致愿 他讲过这么一句话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生活没有清净 没有淡薄 不可能有一个圆导的志向 有一个深远的志向 而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宁静的思考 我们不可能到达一个很深远的目标 不可能到达一个深远的境界 虽然他是一种世间的名人的说法 但我有时候觉得这种道理的确也是 我们很多佛经里面所讲到的意义非常相同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一些科学研究者也好 包括佛教的一些修行人也好 如果他没有看待命 利 圈 这样的时候可能这个人很难有作为 即使有一些出息到一定的时候 他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不愿意的事情 最终下落不一定是很快乐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学术和研究的过程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非常清净的环境 同时我们有一种宁静的思考 当有一种宁静的思考的时候 才能有一种发明 才能有一种发现 历史上著名的很多科学家 其实他并不是有一种非常反乱的心态 和浮躁的心态来研究出的 发明的 不是这样的 他应该是很清净的 很平静的状态当中 他获得了他的创意 获得了他真正的研究成果 因此我们有时候作为一个科学研究者也好 或者我们从佛教和其他宗教的爱好者 人需要在宁静的时候 会思考出很多有意义 有价值的问题 或者人处于一种迷茫 整天都是有一种追求的心态当中 不一定找到他自己所需要的证明 因此有时候需要在茫茫的人海当中 也反观自己的内心的时候 可能最美丽的 最可爱的 最需要的东西 也许从自己的内心世界当中找到 那这个人不一定是很多的 因此我记得以前有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有一个年轻的人他对自己的生活 对美好的未来有一定的追求 后来他自己完美的人生历成几个文字 就是立了一个明细标 他其中包括他的所谓的爱情 英俊 健康 还有智慧 才华以及权力 宁胜 钱财等等 那么他觉得拥有了这些的话 那我的人生是很完美的 他就立成一个明细标交给他的导师 导师看了之后首先是非常赞叹的口吻说 你真是很棒你就非常了不起 你找到了人生当中最完美的最有意义的 这些目标非常好的 只不过中间可能缺少了一个 如果你拥有了这些包括刚才健康也好 人生还是很痛苦的他说完了以后拿一个红色的笔 把刚才他一系列的所有全部一笔勾销 全部画了在下面写了一个叫做宁静的心态 他说如果没有宁静的心态 那么拥有上面的一切也不一定是很快乐的 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在座的人也希望大家凡事 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有些人有智慧 有些人有浅诚 有些人有地位 有些人有才华 有些人有爱情 有些人有健康 有些人有好像这一切的一切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宁静和平静的心态 难道你们每个人都会幸福吗 你们自己好好地思考一下 好 我们今天交流到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